大家好,爱吃鱼的小猫君又和他家见面了 浪漫医生金师傅三从播出到结局 在好几部绝的夹击之下 收视率保持在14%左右 终于在结局收视率突破了15% 当初黎盛金和安孝谢在开播前定下的情侣舞 收视公约什么时候才会看到呢 今日日本杂志公开了一段与黎盛金安孝谢的采访对话 分享了当时制作第三季的契机 剧中最印象最深刻的场面等等 当美问到第三季的制作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安孝谢分享说 是在第二季拍摄结束后的庆功宴上开始的 他接着补充说 当时轻松的说了句想要和大家再合作一次 但是我觉得比想象中有更多工作人员对此是真心的 这个谈话渐渐进行 在过去三年里反复协调 最终达成了协议 谈及剧中最印象最深刻的场面时 安孝谢回答说 是在拍摄初期拍了雨震脱掉衣服 亲吻恩赛的那场面 太累了 因为要脱掉衣服 所以在拍摄之前一直在做俯卧称和附近运动 因此也因为喘不过气 说不了台词 很害羞 虽然很有趣 但也很辛苦 其实之前官方组织过几个主演们一起看这个片段 后来也释出导演与主演们一起看前四集片段的影片 安孝谢 李神经和苏主演 金敏在两对CP 看到自己剧中的感情戏都害羞的看不下去了 第一集 播出男女主角就甜蜜撒糖 安孝谢大秀好身材和李神经索吻 充满粉红泡泡的画面 让两人害羞的直呼不敢看 看到剧中自己笑的颧骨生天的模样 李神经还不停的说 颧骨下来 开心的太明目张胆了 而金敏在看到安孝谢的身材后 羡慕的说 以男人的角度来看 她的身材真的很好看 这时 安孝谢也公开拍摄同居戏的幕后护士 把李神经抱到沙发后 因为导演一直没喊咖 他把衣服脱到一半 但突然觉得好像不是这样 于是又默默的把衣服给放下了 导演解释 其实戏份已经拍的足够了 只是想看 不喊咖 他们还会做什么 不知道导演有没有意愿 放出这顿的花絮啊 好东西就要和大家一起分享嘛 被问到 对于这场戏 有没有什么想表示 李神经边看着安孝谢边回答 我觉得有点可惜 应该可以做得更好的 对吧 安孝谢则惊讶的说 没有 我觉得可能没办法做得比那 再更好了 一旁呢 尹那吴也说 到底是想做得多好 静明再附和 做更好的话 会出大事的 看了两个人的亲密戏份 只能是很投入呢 没想到 这是安孝谢印象最深刻的画面呢 在小毛俊的心中 还以为是第十集建筑物倒塌 安孝谢不顾危险 进去救人 然后钢筋穿透了手臂呢 毕竟这一场 安孝谢展现了他的眼睛实力 还拉高了舒适率 没想到 在这样一部医疗剧里 他最印象深刻的 是和圣经偶尼的亲密互动啊 但是圣经偶尼 最印象深刻的画面 可不适合安孝谢的对手戏哦 李神经表示 是因为恩在爸爸的事 让两个人发生了分歧的场面 在稍微尴尬的气氛中 通过对话 消除误会 各自站在对方的角度 想着对方的心情 去解决的样子 太可爱了 那是个恩J了很多次的场面 因为台词有来往 所以没办法嘛 因为是从各个角度拍摄的 所以重拍了很多次 还简短的连着拍了几次 安孝谢觉得 李神经最厉害的地方 可以看到他演的角色本身 一起拍戏时 我会有 这不是李神经戏演的称才 而是在跟称才本人讲话 连拍戏的间隙 也是称才本身 所以在拍摄现场 我有叫他姐姐的时候 又叫他恩才的时候 李神经听话 也接着回复说 是啊 每次叫的方式都不一样 时隔三年一起拍戏 感觉孝谢作为演员 也了不起的镜头成长了 本来他就是很擅长演技的人 但是演技更有深度了 我很感动的说 三年来 人可以这个样子的成长啊 他也变壮了 这次 我依赖笑谢戏的情况也很多 多亏他 我才能轻松演戏 看了能顺利演完金师傅三 对于圣经来说 最大的支柱是安孝谢啊 最后被问到 再次重逢的感想是什么时 安孝谢说 这三年的时间 给了我很大的帮助 第二节的时候 我和圣经戏不是很熟 但是当时多亏了那份尴尬 与正和恩在之间的关系 才能表现得很好 这三年期间 和圣经戏在私下 也变得很亲近 也有我作为朋友的喜爱之情 所以演出来三年后的 与正和恩在 并没有那么难 李圣经则回答说 现在也很懂对方的性格 也很清楚演戏的类型 虽然在对彼此不了解的时候 当然会小心翼翼的对待对方 但是那些部分逐渐消失 也成为了不能放心看的关系 所以自然而然的 演了交往三年的情侣演技 看在两人都有那么默契的份上 就再主演一部 Melody给大家看看吧 在另一则采访中 安孝谢还直接表露了 拍《浪漫一生》金师傅3的原因 通过《浪漫一生》金师傅3 再度成为话题的安孝谢 日前为韩国时尚杂志拍摄花报 采访中 谈及自己在结束了 社内相亲的拍摄后 产生了一定要演喜剧的想法 还表示金师傅是他可以毫不犹豫选择的作品的 谈及近期值得感谢的事情是 安孝谢分享说 首先是《浪漫一生》金师傅3 因为一个人生活了很长时间 所以非常熟悉一个人的状态 应该说是像家人一样的温暖吗 韩世归前辈也是 包括导演工作人员在内 再次感受到了这是像家人一样的现场 所以意义更加深远 延续上一个问题 安孝谢还表示是说 《浪漫一生》金师傅是一部可以毫不犹豫选择的作品 他接着补充 其实我是这么想的 如果有下一个的话 为了《浪漫一生》这部作品 我应该退一步吧 另外我是金师傅的超级粉丝 所以我想看作为观众的新人物写下的故事 但其实现在什么都没有定下来 才刚结束第三季的拍摄 居然是毫不犹豫的选择 那么是为谁毫不犹豫呢 是不是圣经偶腻呀 李圣经在剧中饰演医生世家出身的模范生春彩 和安孝谢饰演的徐宇震 是医学院同期 两人身高外形都很搭 同光画面看起来非常养眼 在剧里的眼神交流 对话等互动更是CP感炸裂 而且恩采和于震就读医学院时 就过一段重置之吻的桥段 后来两人在诗院医院相遇 并种种世界越来越熟悉彼此 很多情节都让人少女心爆发 这对在剧里就是双向之余的设定 互相扶持成长超触动人心 李圣经安孝谢 在这一季中有更多恋爱情侣的小互动 公开撒汤让许多剧迷心动到不行 然而李圣经日前也在社群平台上 放上超爱美的花絮照 却没想到也来社内相亲剧迷示威了 李圣经在内文透露 与安孝谢在手术房前玩得很开心 从李圣经释出的影片中 不能看出他就安孝谢跳超横的韩国歌曲 迷 欧巴有钱吗 然而安孝谢开头四股跳错 让李圣经撒娇 拜托再跳一次 无法拒绝的安孝谢害羞的摇摆起来 让整个画面超有爱 不仅如此 李圣经还加码释出了多张情侣合照 不管是深情望着安孝谢 又会是躺在南方肩膀上 超爱美的互动让许多剧迷全嗨翻了 纷纷直呼 从现在开始交往吧 这个组合可以永远持续下去吗 他们真的太配了啦 去年他们两个人还一起获得了奖杯 李圣经开心的在IG上表示 和宇珍一起得奖啦 竟然是最佳演员奖 至今仍有学多不足 这个奖项对我来说真的是过誉 但这是给予浪漫医生金师傅剧组的奖 我真的很感激 去年是来颁奖的 今年一起获得帅气的奖项 心情真的很好 感谢一只喜爱浪漫医生恩采 宇珍的粉丝们 并附上拍摄时两人私下的合照 看得出疲惫的神情 不过依然让粉丝们表示 好般配啊 不知道今年会不会再度获奖呢 这样就又可以看到小情侣同框领奖 并且晒私下小合影啦 好吗 感谢观看